大家好,我是林可盈 消息说,政府将会在星期四举办大型推广活动 宣传香港已经復常 到时会宣布向全球旅客和本港居民送出50万张机票 政府的大型推广活动将会在星期四下午在会展举行 行政长官李家超、多个司局长和旅游业界代表都会出席 为了带旺旅游业和吸引旅客到香港 会由机管局赞助50万张免费机票 由国泰航空、香港航空和快运三间航空公司进行分配 推广方法母或一做法可以各有不同 包括买一送一、抽掌、先到先得等等 而广深港高铁即日开始 可供发售车飞数量增加到每日3万张 北上、南下各增加5000张 增幅达到五成 运输及物流局说 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和高铁香港段 今个月15号复运以来一直运作畅信 政府、港铁和内地相关单位检视过去口岸运作和车飞的销售情况之后 一致同意再调升每日广深港高铁可供发售车飞数量 确诊隔离令即日开始撤销 新冠患者可以自由活动 指定诊所安排亦都取消 有私家诊所说会看新冠病人 但是亦都有医生不接受患者亲身去 说要由亲友带领药物 验到新冠阳性不再需要强制隔离 医疗支援上亦都和以往的安排不同了 政府呼吁轻症患者去看私家医生 我们打了去查询一个区内10间私家诊所 大多数说会看新冠病人 其中两间就叫新冠病人不用来 政府疫情专题网站列出了548间 可以处方新冠口服药的私家诊所 我们到访其中一间查询 也都说阳性病人不用亲身来 是60岁或者以上 由亲友提供患者的个人资料登记 就可以代为配药 有家庭医生说不排除有部分的同行 不看新冠患者 面积都很小 防疫控制上面其实都有一定的难度 还有医生可能有时他们自己都年纪大 或者家里都有些老人家或者高危人士 我也呼吁希望全国家庭医生 照顾自己相熟的病人 如果不能够都可能给一些建议 比如看附近的私家医生 或者教他如何预约 譬如HA高 关外预约热线 公营医疗方面 专门诊治新冠患者的指定诊所 和遥渠诊证都停止了服务 而普通科门诊都会诊治新冠 患者需要经过医管局 手机应用程式HA高 或者致电7条关外预约专线预约 有热线职员说即日的名额已经满了 又说只会为长者或者年幼的病人预约 可能看看是不是长者 或者小个五岁以下的小朋友 那就是乘车来 全部乘车的了 没有抗疫的士的了 现在周阶都是确诊病人的了 都不知道谁打谁 普通科门诊 偶发性疾病诊值的名额 增加到每日一万个 当中二千个留给新冠病人 医管局说运作循迅之后 名额会再加 无线电视记者何曼君不得 自定诊所改回提供普通科服务 新冠病人和其他求诊人士 需要同场等取药 有职员就说会尽快配药 缩短等候时间 之前做了自定诊所的 南葵聪赛马会普通科门诊诊所 恢复正常服务 未开门已经有不少人排队等候 有大约七个人是新冠确诊者 林太两夫妇快策两条线 说预约诊诊的过程顺利 在这里立刻有 你知道很晚了 十点多都要 阳性和没有染疫的人 分开两座大楼登记 也都会由两批医生分别诊诊 不过到拿药的时候 两批人会一起在药剂部等候 在这里新冠患者和非患者 要共用洗手间 诊所职员透露 会尽快为新冠患者配药 务求缩短他们的逗留时间 避免传播 有来复诊的长期病患者 说不担心得太多 没所谓的 难道不看下旧期 我要吃药的话 我要拿药的话 三个月一次的 上了一次的就不会了 什么针都打齐了 最重要是打齐针 如果不是老人家 就不太担心的 当他普通流感不上下 应该都打了针 应该重致个机会好 医院局客下71间 普通方门诊服务恢复正常 医院局呼吁 症状较轻微 又或者是较低风险的 新冠确诊病人 可以到私家医院那里求诊 避免加重普通方门诊的压力 母线电视机者 林准天不透 另外因应确诊隔离令 已经撤销 截至昨天下午5点 大约有230人 离开社区隔离设施 另外仍然有大约310人 留在设施里面 而本港的社区隔离设施 暂托中心会过度运作到 下个月28日 内地大规模爆发疫情 过几月之后 国家卫健委宣布 整体疫情已经进入低流行水平 官方也披露 感染高峰是在上个月底 当时单日检测阳性人数 超过720万 内地今个月8日 将新冠感染条整为月累月管 即是放宽大部分防控措施 国家卫健委说 目前各地疫情稳定下降 反映措施有效 春节期间大量人口回乡下 有没有对农村防疫造成压力呢 春节期间农村地区的疫情总体平稳 没有出现疫情上升的情况 那么下一步农村地区疫情防控的专班 将坚持立足当前作业长远 继续密切关注农村地区疫情态势 特别是加快不息短板 来不断提升农村地区疫情防控的能力 中国疾控中心最新一期周报 就总结各个省市提供的监测数据 判断金能疫情在去年年底 已经达到感染高峰 核算和快测单日最多是12月22号 合共有超过720万人呈阳性 由地域分布来看 北京和天津最早达到感染高峰 四川、重庆和浙江等30个省市 就在上个月28号之前陆续达峰 整体来说城乡感染趋势基本一致 而按检测方式分类 核酸检测阳性的人数 在上个月22号达到最高峰 大约一个月之后回落到1万5千人 阳性率由大约三成大幅降至不到6% 快速检测阳性个案方面 由上个月22号超过33万宗 一个月之后降到4700几宗 而近日部分省份检测阳性率略升 当局说可能和检测意愿提高 加上春节假期人群流动增加有关 无线电视记者陈树仪报道 日本说暂时仍然会向来自中国的旅客 实施入境防疫措施 但是也会视乎中国的疫情灵活处理 在北京外交部强调应该取消 针对中国的限制和歧视措施 中国星期日宣布恢复签发日本公民赴华的 普通签证和口岸签证等等 日本共同社报道 日本企业欢迎中方决定 形容感受到日本受到重视 又说企业高层和游客往来 有望恢复疫情前的景象 不过目前日方仍然未取消 对来自中国的入境人士的防疫要求 好像入境前和抵捕之后都要检测等等 日本内閣官房长官松野博一星期一说 现阶段会继续向来自中国的入境人士 实施严格防疫措施 但同时表示将会视乎中国疫情灵活应对 共同社引述政府相关人士也说 中国疫情趋向稳定 在北京外交部强调应该取消针对中国的歧视措施 又或是日方先取消对华签证限制 日本驻华使馆已经于1月20日 宣布恢复审发中国公民的赴日签证 日前中方恢复审发了日本公民来划签证 我们一贯坚决反对将疫情防控政治化 认为应当取消针对中国的歧视性限制措施 我们愿同各方一道 为中外人员的正常往外创造更多的便利 对于南韩延长暂停签发中国公民赴韩的签证措施 法国针对中方的入境限制措施也都延长至2月中 中方敦促有关国家尽快取消不合理做法 法国航空就宣布 鉴于中国放宽对旅客的限制 由7月1日起 每日营运巴黎大高乐机场飞往北京 上海和香港的航班 无线电视机者 杨杰尔报导 又四一站 稍后回来有其他消息 本来新闻时间 去年外汇基金录得亏损超过2000亿 是利益最多 金管局说今年的投资环境仍然复杂多变 秀类股市债市延续跌势 外汇基金去年投资亏损超过2000亿元 是继2015年以来再次录得亏损 也是历来蝕得最多 相当于录得4.4%的投资负回报 所有资产类别都录得亏损 香港股票蝕195亿 其他股票蝕612亿 债券就蝕533亿 外汇亏损达到401亿 不过单计第四季因为投资环境改善 外汇基金扭转过去三季的跌势 赚764亿 外汇基金的总资产过去一年就减少了 五千五百九十一亿元 跌至去年底的四万零一十一亿元 金本局说今年的投资环境仍然复杂多变 去年是不是已经惨得准呢 去年真的是惨的 因为你会见到第一就是 俄汇战争那里是完全没有预料到 第二就是新冠疫情的转变 都是没有预料 去到通胀的突然间增加 去年是一个非常难和不尋常的一年 今年是不是会容易一些 我希望今年还有很多不明朗因素 通胀是否真的会慢慢回落 央行是否必须要要是继续加息 或者起码维持高息久一点 加上今年多了一个大的不明朗性 就是经济下滑 另外去年外汇基金投资支付给 财政储备款项350亿元 《无线电视》记者吴杰晶报导 环境及生态局说 已经实施一系列措施 改善新界东北堆田区的臭味 位于打鼓岭的新界东北堆田区 每日接收近7000吨的废物 除了建筑废料 还有都市废物和禽畜废物 产生的臭味 连鄰近的深圳都有人投诉 在立法会环境事务委员会上 环境及生态局说 前年开始已经实施一系列的改善措施 包括为了减少垃圾外路的时间 每日会在堆田废料上 不单只会盖上150毫米的泥土 亦都会喷洒英泥漿的涂料 上个月开始亦都提早去到 挨曼六点停收废物 有家装器未中和机 至于禽畜废物 局方已经加用生物製剂 和考虑安装覆盖物 和将部分的株粉 直接运到有机资源回收中心 令堆田区减少四分一的处理量 摆机的位置是如何呢 事实无论是深港居民 都是在说臭味的问题 提出臭味的 最后回复又说符合国家标准 所以我想局方真的要正视一下 国家标准的定义的时候 它不是定义一个 所谓没有味的情况 它定义一个刚刚闻得到的情况 所以符合国家标准 就不等于你一定闻不到味 根据规划最快要七年之后 屯门争取第二个焚化炉运作 新界东北堆田区才停收固体废物 借展环说会考虑加快兴建 可以用公私营合作的方式 避免了一些我们在公务工程下面 一些要冗场的程序 那里我们可能会化了几年 局方说年底之前 会将打鼓岭堆田区收服 和绿化面积增加到八成 进一步减少对深港居民的影响 王先生记者 刘俊玉道 有环保团体说 当局在新界东北堆田区 做的改善措施未如理想 环境保护协会主席范希泰 早前派人员到堆田区视察 发现有部分区域 未有如局方所说 盖上泥土和英泥漿涂料 吸引野着特色垃圾 又说观察到挨披六点之后 仍然有垃圾车出入堆田区 而用于舒缓臭味的 气味中和机未曾开启 也没有接驳中和液 有中和机几部摆在一起 减低消臭效果 至于部分污水收集池 没有用帆布或铁皮肤盖 导致臭味飘扬 澳门过去九日 总共接待了入境旅客近58万人次 其中年初三访澳旅客超过9万人次 从疫情以来最高单日入境人次纪录 有工商界人士就说 对今年市况信心增强 由着澳门记者黄慧智 虽然春节假期已经结束 澳门还有不少旅客 包括专门过来澳门探亲的港人 买东西暂时都没买到 因为周围都排队了 但是你说给我看到 澳门好像在复苏着 消费方面是有轻微的跪了 都会买一些杏仁饼 那些跟香港的朋友去分享 有手信店负责人说 新春期间做到六位数字的生意 是超越我预期 初三 初四 初五这几天最爆 今年是报复式消费 个个都很捨得买东西 澳门政府公布 由年30至初八 即是今个月21至29号 共有大约306万人次 经各口岸出入境 其中入境旅客达57万9千人次 在内地七日春节假期 即是21至27号期间 入境澳门的旅客超过45万人次 较去年同期上升近三倍 内地旅客有26万5千人次 香港旅客就有16万5千人次 年初三澳门举办花车巡游和烟花会见 当日访澳旅客超过9万人次 创疫情以来最高单日入境人次纪录 又封关或者突然之间又来不到 但今次他们的信心就足一点 他们真的可以入定货 去迎接这新一轮的游客浪潮 何敬林又说对今年整体的市放池 乐观态度 希望政府能够推出更加多的措施 逐步提升旅客的数字 和延长他们的逗留时间 从而带动澳门的经济发展 无线电视传澳门记者王慧之报道 广西南宁动物园游客猩猩 星期日向游客订水樽 导致一人受伤 片段见到 黑猩猩突然向大批围观游人的方向 订一个胶水樽 一个女人面部被击中 受伤流血 手机萤幕亦都损毁 而有片段亦都可以见到 随后有游客将水樽 扔回向一只猩猩 这只黑猩猩一向都有扔野的习惯 但是动物园回应说 今次是由于游客对它有过激行为 黑猩猩做出正当防围 大家好,我是陈月桥 简约公屋计划多四个选址 其中三幅地位于市区 可以建一万五千个单位 占全数的一半 而整体租金中位数是千五万 简约公屋发展出路 当局敲定八个选址 除了早前公布四幅在新界的土地 新增一幅位于小南 伦近前落安排海水化淡厂 另外有三幅市区地 分别是牛头角彩兴路 伦近三彩区 启德细运道 和港岛柴湾常安街 房屋局会分两期兴建 第一期先发展元朗游博路 屯门三彩区 彩兴路和细运道 合共一万七千个单位 元朗选址因为地质关系 只会兴建矮层建筑 大约二千一百个单位 另外三个项目会兴建高层建筑 启德单位最多超过一万个 第一期撥款涉款大约149亿 如果立法会财委会批准 元朗项目率先在2024、25年到落成 其余在2026、27年到陆续落成 剩下的四个选址 合共提供大约一万三千个单位 大约七成是一至两人的细单位 其余是四至五人大单位 室内楼面面积 计乎大约13至31平方米 这个四至五人的示范单位 大约330平方尺 预计每个月租金2650元 是公屋的九字 租金方面 简约公屋租金的中位数是一千百元 劏房的租金中位数 刚刚出了个报告 就是大概五千元 相差就是三千五百元 至于整体造价 由原本估算的267.9亿 减至最新的259.9亿 就是一些探讨报告 令建筑署研究那些装处的数量 或者是深浅那里都有些调节 另外就是一些污泥处理 那里都是有部分的钱 周边那些围栏的设计 简单一些 也都可以省到些钱的 每个简约单位有独立洗手间 淋浴间 配备电热水炉和抽气线等等 也都有开放式的煮食空间 但是雪柜 洗衣机 冷气机等的家电 就要自己购买 简约公屋里面 未必摆到这么多的家居设备 局方就计划邀请日后的营运机构 为居民提供自助洗衣 零售和温习室等的机管服务 母先烈士记者 扎瑞文不道 确诊隔离令 即日起撤销 新冠患者可以自由活动 指定诊所改为提供普通科服务 政府官员分别到公立医院 和普通科门诊诊所视察 医务卫生局局长盧宠谋 和副局长理下印度联合医院 了解公立医院 在长假期后的运作情况 他说随着社交距离措施放宽 加上近日的天气寒冷 公立医院的服务需求 或者会紧张 当局会因应情况 适时同灵活调派人手 和调动病床以及资源 维持公营医疗体系的运作正常 医管局行政总裁高拔升 就到南葵聪赛马会 普通科门诊诊所了解运作 医管局总行政经理夏京衡说 九龙区部分的诊所服务需求较大 局方已经即时调动 额外的人手和名额到有关诊所 虽然部分诊所在部分的繁忙时段 短时间出现压满 但是整体预约名额仍然充裕 即日起再没有快测阳性情报 政府也不会再透过新闻稿发公布疫情数字 改为在网站发放核酸确诊中数等 最新公布多358宗阳性 五个患者死亡 有医生说当局更改准则 严重或死亡个案才要情报 有专家忧虑难以掌握疫情的走势 每日的确诊数以往也都会透过 政府新闻稿在下午公布 即日开始 卫生防护中心只会在疫情专题网页 公布核酸检测养性数字 以及由医生和医院情报的死亡个案 感染新冠病毒属于法定需情报传染病 但有家庭医生就说 卫生署也都更新了情报指引 包括只需要回报CT值30以下 即是病毒量相对高 同时符合特定条件的个案 一些在28日内 确诊28日内死亡 或者重症的个案 怎样为重症呢 大部分都是在医院治疗 比如它需要插口 或者病情是很重要 需要一定大量氧气供应 这就是为之严重的个案 所以一般诊所我们看到的病人 是不需要情报的 有传染病专家认为 今天开始公布的数字 已经不代表整体疫情 让市民知识 疫情的走势是有所变化 的而且确是跟着下来 是会困难了 以及不是那么容易掌握 如果比如是那个病毒本身 有些新的品种出现的时候 而如果新的品种 它在传播性或者 在杀伤力是有改变的时候 那会不会是不能够及时知识 他提议政府可以跟私家医生合作 在定点的私家诊所抽样监测 例如是采集患者让本进一步化炎 而获取比较全面的疫情数据 无线电视记者莱坤裔不斗 政府不再发出隔离令 确诊雇员要拿到医生纸 才可以领取病假 但是有工会说 就算有病假纸 部分工友可能会被扣减勤工长 隔离令取消之后 确诊者再没有情报途径 也都没有隔离令作为病假证明 雇员中招之后可以继续上班 会到上班 因为日清 半一天就有一天两出 如果身体允许的话 会正常上班 政府说如果有病症不舒服 领导医生指证明 雇主要按雇佣条例规定 放连续四日病假的 必须要发放病假津贴 如果雇主采取压外防疫措施 未能够安排确诊员工上班 应该支付薪酬 不可以随意扣除雇员 在条例之下享有的假期 例如有新年假等等 劳联说打工仔以往情报之后 有隔离令作为证明 现在要自废提医生 部分工种例如饮食 零售物馆或者运输 即为设有勤工奖 一旦病假缺勤 就没有勤工奖 等于扣身 例如一个万五元的零售工友 其实他有二三千元是一个叫勤工奖 如果他说任何理由 即使是有交医生纸都好 他当个月是翻不足日数的话 公司都有机会扣他成份勤工奖 在隔离令取消的情况之下 除了又要去看医生付出医药费 然后又有机会可能拿不够四天 又有机会被人扣人工 第三个还扣勤工奖 对工友来说是三失 他希望政府承认快测阳性结果 不需要为病假证明给钱看医生 并且向雇主发放指引 不要因为确诊病假扣勤工奖 也都可以避免增加劳资纠纷 另外社署宣布 为入住公立医院的新冠患者 提供的一筆过五千元津贴 下个月14日开始停止接受申请 截至上星期五 已经有合共2728人获发津贴 无线电视机者黎尤昆布导 国泰雄空同旗下廉航香港快运说 日本继续限制班次 再度取消 二至三月一共超过150万计 小卫会说 近期收到70宗有关 购买日本机票的投诉 建议计划行程的时候 例如酒店、交通等 可以选择提供免费退款的方案 不够半个月 国泰再次宣布取消来往日本的航班 涉及这个星期五 去到三月二号 98班往来东京盛田 大阪关西、名古屋和福江 国泰说 每个星期只能够营运72班机前往日本 比起原定计划 并且获当局批准的 小12至13班 香港快运亦同样受限 原定每星期获批89班机 因为当局限制而少了15班 下个月17号去到3月2号 有60班来往东京羽田、盛田、 大阪关西和冲城的航班取消 市委会说过去两个月 一共收到70宗日本机票相关投诉 涉及大约71万 不少最终未能够成行 当中50多宗涉及更改或者终止合约 其余涉及退款增加 如果它是更改了 但消费者原来完全是不可以接受这个安排 当然消费者就要立刻和行公司去做协商 一定是经过双方的沟通去处理 也就是说那个合理性 因为如果你是今天去明天回来的话 其实对消费者来说 就是等于没有去过旅行 那些叫做游飞机可的 这一件事都未必是完全很合理 消费会说每间的航空公司 不同机票级别 退改政策都有不同 乘客需要留意条款细则 购买的时候作出谨慎选择 又说现在前往日本 行程上可能有众多不明朗因素 建议预留旅程前后的日子 应付特发情况 亦都应该预订可以随时取消的酒店 和交通等等以减少损失 武士兰斯基在一流进入报道 转体下 中方说五艘日本船非法进入钓鱼台领海 遭到中国海警舰艇警告驱离 重申钓鱼台是中国固有领土 日本海洋调查船星期日挨曼 在冲城石环岛港口出发 前往钓鱼台周边海域调查 是计去年一月之后 石环市再对钓鱼台展开海洋调查 海上保安庭说 四艘中国海警船星期日凌晨两点之后 相计驶入钓鱼台周边海域 其中一艘搭在类似机关炮的装置 并且跟随调查船航行 日本巡选船发出警告要求中方船只离开 中国海警局发言人就说 日本新世远号等五艘船非法进入钓鱼台领海 遭到中国海警舰艇依法采取必要管控措施 并且警告驱离 发言人强调钓鱼台和它的附属倒序是中国固有领土 中国海警舰艇依法在中国管核海域 展开海上维权执法活动 日方无权说三道四 敦促日方立即停止在该海域的一切违法活动 确保不再发生类似事件 无线电视记者杨潔尔报导 美国防长奥斯丁展刊在南韩的访问行程 奥斯丁乘搭的专机 昨天下午抵达京畿道平泽市的乌山空军基地 他视察基地之后 今天会和南韩防长李宗舍会谈 讨论加强安保合作 拘捕商讨的重点之一 是提升美方延伸威胁执行能力 韩联社报导 奥斯丁今次乘坐被称为 末日战机的E-4B军用专机 这架机在美国遭到核攻击的时候 可以用作美军指挥作战中心 拘捕可以指挥洲际导弹 核轰炸机和核潜艇等 先休息一会 稍后回来有其他消息 回来新闻时间 先看看财经消息 美国股市反复下跌 杜瓊斯工业平均指数 暴33869点跌104点 标准普逸500指数 暴4039点跌30点 市场观望美国联储局 欧洲央行和英伦银行议息 入市态度审慎 而且苹果公司等多只大型科技股 这个星期公布业绩前 股价下跌 都拖累大市向下 纳斯特克指数由超过四个月高位回落 跌超过百分之一 道指连升六个交易日之后 这一日低开68点 早段一度到升 但是三万四千点关口有阻力 之后曾经回落超过120点 其他消息 美国就世贸关于美国违规的五份裁决提出上诉 新华社发表文章 说美国贸易的霸凌行径 连欧盟和加拿大都批评 说美方滥用上诉机制 而世贸上诉机构 也都因为美国阻撓法官论选而停摆 世界贸易组织真端解决机构会议 上个星期五在瑞士日内瓦召开 中国、挪威、瑞士、土耳其 中国香港五个成员设置八项议题 要求全会通过专家组 上个月裁定美国违规的五份裁决 以及撤销相关违规措施 这五份裁决涉及美国2018年 以维护国家安全为由 对进口的钢铁和铝产品 加征关税 以及在2020年规定香港制品 必须标示为中国制造 但美国在会议之前提出上诉 新华社发表文章 批评美国滥用权利 说它的贸易霸凌行径引起公训 包括美国盟友的不满 文章引述欧盟駐世贸组织代表 在会上表示 上诉是每个世贸组织成员的权利 但滥用这种权利 对解决贸易争端无帮助 加拿大驻世贸组织代表也说 贸易争端各方必须尽一切努力 寻找可以接受的解决方案 履行它的诚信承诺 争端未解决 任何一方都难以受益 中国常驻世贸组织代表李成江就批评 美国实施单边主义霸凌 是多边贸易体制的破坏者 文章又引述世贸组织 争端裁决研究报告 说世贸三分二的违规 是由美国引起 世贸上诉机构 也都因为美国阻留法官轮选而停摆 而据了解 因为没有法官处理上诉 世贸裁定美国违规的裁决 也都会因为没有最后裁决而无法执行 世贸允许成员基于国家安全实施贸易限制 外电报道 美方坚持以国家安全提出上诉 美国主世贸大使就强调 美国不会就关键的安全决定 向世贸小组屈服 无线电视记者 杨洁尔报道 特区政府敦促美方 立即撤回上诉规定 商务及经济发展局表示 世贸增短解决机构 上个星期五举行会议 讨论美国针对香港产品 产地来源标记规定的 争端裁决报道 港府驻世贸常设代表会上发言 对美方上诉表示遗憾 敦促美方尊重世贸的裁决 立即撤回违规的规定 其他消息 大口环跟德工作夫人儿童医院 爆发被病毒个案群组 远方说 自上个星期四起先后有五男一女 年龄介乎三岁至三十七岁的病人 出现发烧或呼吸度感染症状 测试之后证实对被病毒呈阳性 六个人正是接受隔离治疗 情况稳定 有关病房已经暂停接收申证 并且加强感染控制措施 密切监察同房的其他病人的情况 内地人口去年出现负增长 四川省宣布下个月起 简化生育登记要求 包括取消登记人需要是夫妻的条件 即是非婚生子女 亦都受生育保险保障 在内地准父母迎接新生命之前 要先办理生育登记 亦都即是准生症 那宝宝出生才算是合法 并享有生育保险待遇 但是办理准生症的时候 父母必须出示结婚证明 四川宣布下个月15号开始 简化生育登记流程 包括取消登记对象 是否结婚的限制 并取消生育数量限制 所有生育子女的公民 都应该办理准生症 同时也都改为 接受在生育之后保办手组 简化的目的是 将生育登记重心 转移到生育计刃和生育结果上面 回归人口监测和生育服务 在办理准生症之后 民众可以享有免费的 婚前、印前检查 新生儿、食病、西茶等的服务 内地去年人口减少85万人 是61年以来首次出现 人口负增长 有专家认为主因是 民众生育计划下降 四川省委员委员说 简化生育登记流程 是实施好三孩政策 和配套支持措施的内造要求 内地网民认为 四川当局的新措施 是为了鼓励民众生育 给他们上生就生 也都有人批评做法 是鼓励未婚怀孕 做法也都无助于促进生育率 认为做好民生 生育补贴等的政策 才能够真正提高民众生育的意愿 无线电视记者曹嘉宁报导 巴基斯坦西北部 发生针对警察的自杀式炸弹袭击 最少47人死亡 超过150人受伤 事发在白沙瓦一间清真寺 兇徒引爆身上的爆炸品之后 部分建筑倒塌 不少人被瓦力压住 警方说爆炸发生在讨告时间 清真寺内最少有260人 大部分都是警察 武装组织巴基斯坦塔利班一个成员 在社交媒体承认发动袭击 总理夏巴之谴责事件 又强调全国团结一致 抵抗恐怖主义的威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如果您的主意司会认为啬变 点栏目 更像闪通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